观音神谕卡第29章 吹奏激昂的深月 明辨力能使你做出符合你灵性意图的决定 就像激昂的天籁深月 能够以它的纯净和意图穿透万物震动频率的阻碍 你的明辨力也能够让你对自己的价值和灵魂天命保持真实 而不至于误入几土 假如你希望在爱喜悦平静和丰盛当中得到灵性成长 那么善于对于高频震动和低频震动做出分辨和抉择 将会对你有帮助 接受生命中的一切事故 不对人事故做出好坏判断 这样是有智慧的 有些事情的确会让人觉得比较愉快 但有时候挫折挑战反而能够给我们成长机会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祝福 然而这并不表示 放弃抉择力就代表有智慧 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 为了得到至高喜悦 灵性提升 以及成长经验 我们应该要善于运用我们的明辨力 明辨事物的能力 并不等于好坏价值的判断 它不是认定某些东西比较好 或某些比较差 它是以你的渴望和意图作为基础的一种抉择能力 假如你期待 自己在喜悦和冒险当中得到成长 而不是在恐惧或痛苦中 那么就要运用我们的明辨力来做出选择 明辨 哪些事情会令我们扩展或提升 哪些会让我们受限或枯竭 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 从有形的生理层次 到无形的精神层次 这一份明辨能力都非常需要 从我们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 到我们选择和哪一些人在一起 或决定把时间用在哪些事情上 甚至包括我们想要激发出哪一种精神能量 都需要这份明辨力来帮助我们做出决断 行锁出我们想要的实相 善用明辨力能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认知更真实 清明及准确 就像激昂的天籁深月 能穿越万物振动频率的阻碍 明辨力也能够让我们穿透幻象 看见事物的本质真相 在这真相之中 不会有突如其来的险境 就算遇到了 我们也能够迅速将它们解决 在付出最少的痛苦代价当中 得到最大的成长 我们能够明辨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 这份内在的明白 会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去找到那些与爱的能量相符合的 人、事、地、物、机会和经验 使我们的生命道路充满喜悦和幸福 你的明辨能力正在增长 而当你愿意聆听自己的心 你就会拥有最佳的明辨力 也能扫除那些会蒙蔽你的感知的恐惧 和羞耻心态 这张牌卡的出现 是要让你知道 你现在需要用你的心眼 去看清事物的内在真相 而非仅看它的表象 亲爱的 不要害怕相信自己的洞见 它会帮助你活出真实 并照顾好你的灵魂 催咒激昂的天籁深月 疗愈冥想 请你坐下来 拿出你的笔记本 或者是电脑 做几个深呼吸 让自己的心缓慢下来 让我们沉思一下 这辈子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呢 请你将它们写下来 比如 你希望能够拥有物质上 和精神上的财富 希望得到真爱 或真诚的友谊 希望可以自由自在 做完整的自己 希望能够以创意 来表达自己 希望得到灵性上的成长 平常神圣本我的发喜 花一点时间 请你写下你最深的渴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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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觉你进入你的心 与你的心同在 也感受你心的脉动 接着请说出一下这段话 我现在允许自己 做出符合我内心最深意念的选择 我原谅自己 曾经做出一些不符合我真实渴望的决定 我原谅那些 曾经阻碍我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即使他们可能是无心的 现在我决定要仔细明辨我的选择 好让我能创造出我真正渴望的生命经验 我祈求观音 吹奏激昂的声乐 使我能够粉碎幻想 只探真理的面貌 一切如是 观想自己 正身处在非常深厚的云雾当中 在你的前方 所有的一切都模糊不清 在云雾当中 你隐约能够看见 曾经阻碍你 做出选择的人 感觉你的心 渴望 看见真相 观想 观音刺客与你同在 他开始吹奏激昂的声乐 透彻而明亮的声乐 开始环绕着你 也开始驱散所有的云雾 像光芒一样 射入了云雾当中并驱散了 逐渐底 云雾开始消失 一切变得透彻而明晰 你开始认知到 什么是你真正所渴望的 生命经验 看见你内在真实的面貌 现在我们再次的向观音齐情 亲爱的观音 您以至高的视野 看透世间 了知幻世幻乎的真相 请帮助我分辨出 最适合我的选择 请保佑我以清明决心 做出最符合我 人生愿望的选择 祈愿我的灵魂愿望 能受到庇佑 并显化成真 亲爱的观音 请帮助我看穿世间幻象 试探世故的真实本质 请带着爱 慈悲和清明 吹奏激昂的声乐 Om Money Baby Home 吹奏激昂的声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